平行的兩條線 平行的兩條線 它到最後會交錯在一點 那比較明顯的方式就是 像我們在看火車鐵軌 火車鐵軌是不是平行的 可是如果你站在火車鐵軌 這邊 去看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怎麼樣 交錯在 你的人站在這邊 人站在正中間去看 它火車鐵軌到最後 會怎麼樣交錯在一點 是不是這樣子 我怕大家睡著 就會交錯在一點 所以平行的兩條線 會交錯在一點 可是照理說你一直往前走 它其實並不會交錯 因為如果這樣火車就會撞在 就是鐵軌就會分離開來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這是我們視覺的效果 所以這邊 這個點我們就稱為什麼 透視點 透視點 然後又稱為 消點 就消失的那一點 所以又稱為消點 消失的點 好那這一條就是我們什麼 視頻線就是水平線的部分 所以啊 透視點一定會是在視頻線上 記得這一點 然後另外 視頻線一定是平的 不會是斜的 不會是這樣也不會是這樣 一定是平的嘛 所謂的視頻線一定是平的 然後透視點一定在 視頻線上面 記得喔 但是視頻線會依照你的視覺 你站的位置的高低去做上下的移動 比如說 你蹲低一點點 你的視頻線 就會怎麼樣 低一點點 所以你的火車鐵軌就會變這樣 對不對 就會變這樣 因為你站的比較 你就蹲比較低 當你 它會跟你的眼睛成一直線 你蹲著的時候 蹲著的時候它就會這樣 但是你站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就會變高 所以你這邊就會變這樣 有沒有 這是高 這是蹲下來的狀況 它是會兩個會呈現不同的效果 所以你必須依照你的視點去做這件事情 去調整你的視頻線 所以由此可知啊 平行的線 我們到最後會消失在一點 記得 所以這邊喔 這樣子的原則 我們稱它為 來 平行兩條線我們稱為叫 一點透視 齁 所有平行的線 消失在一點上面 但是你就變成要站在正中間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畫這個 立方體 如果啊 你是站 只有一個消失點的話 那 換句話說呢 來 一個立方體會有幾組的平行邊 幾組平行邊喔 欸 就同學不要回答 新同學想一下 新同學想一下 會有幾組平行 連幾組喔 幾組 大聲講 不要 三組 對三組 是不是三組 來 我們講齁 1 2 3 4 對不對 1 2 3 4 對不對 一組 那接下來是 1 2 3 4 這樣是不是平行的 那另外一組是這樣 1 2 3 4 是不是一共有三組 對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只會產生 三個透視點 是不是這樣 因為平行嘛 平行的邊 消失在一點 所以啊 如果以這個 我們來看它是一點透視來講的話 所以 它就變成 只有一個消失點 意思就是說 其他的 兩組 不會產生什麼 透視 它畫起來變成什麼狀況呢 就會像這樣 這樣 這就是一個 立方體 一點透視 它就會變這樣 所以你的畫起來會變這樣 對不對 消失的地方 你的立方體畫起來 是不是會變這樣 因為 1 2 3 4 它就會消失在一點 那另外幾條 都是變成平行的 對不對 它就不會有消失點 所以啊 如果你用一點透視來畫立方體的話 你只會看到幾個面 最多只看到兩個面 最多最多只看到兩個面 是不是這樣 那其實一個立方體 總共會有六個面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只 你如果用一點透視的方式 你只會看到 兩個面 就是上 跟前面的這一面 那其他這條線 就一定是平的 那 直的這一組 也一定都是直的 不會交錯 也不會有透視的感覺 也不會有透視的感覺 這個我們就稱為用一點透視來畫 那接下來 我們來講 如果會有兩組 兩組的透視產生呢 這樣就會變成兩點透視嘛 對不對 所以啊 會變成什麼狀況呢 1 2 3 4 這四條平行線 消失再一點 對不對 好 我們這樣來講 這是它的透視線 好 1 2 3 4 消失再一點 對不對 來 1 2 2 我們先把這裡畫出來 你會比較看得懂 3 4 來 第二組 第一個 第二點 那第三點 我們不做透視 所以啊 你畫起來的正方體 就會變這樣的一個方式 對不對 這幾 1 2 3 4 這四個 消失在這一點 1 2 3 4 消失在另外一個點 所以啊 從第一點透視來講的話 平行的線 前面會大於後面 是不是這樣 跟我們這個火車鐵軌 到底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火車鐵軌是木樁 它的大小應該是一樣 那距離間隔 基本上是 大致上是相同的啦 一定會是相同 所以你看這邊 會越大方面怎麼樣 距離間隔會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是不是這樣的產生 所以同樣 我們延伸到這邊的狀況 這一條是平行線對不對 前面一定會大於後面 這一條是平行線對不對 前面一定會大於後面 這一條是平行線 前面一定會大於後面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起來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前面的線條比較長 後面比較短 這是一個 所以你畫起來的立方體 就會變成是這個方式 兩點透視畫起來就會變成是這樣 好 那現在三點透視呢 就是我們下面再加一點 你看畫起來就會變這樣了喔 就會變有一點像鑽石形狀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的立方體畫起來就會變這樣 拉長 原本是這樣喔 兩點透視會變這樣 三點透視畫起來就會變這樣 更有透視感 等一下喔 不會可以我們再問 好 那這樣子我們一點兩點三點就完成 所以你看喔 三點透視畫起來的效果 是不是會比較誇張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事實上喔 因為我們的距離都很近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很少畫到三點透視 但是如果你畫像101這樣子的構圖 你就變成要畫三點透視 例如說我們現在這樣看是由 上往下看 眼睛是在這邊 但是你把它反過來你就會像101了 把它延伸拉長 有沒有 這樣就會像101的感覺 慢慢越到上面會越來越窄越來越窄 但是你如果反過來看的話 它就會像什麼 你在101上面看下面的房子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產生 所以啊 接下來你就會依照四點的不同去畫出它的立方體 就是等一下我們就會實際上用這樣的理論來畫這個東西 這樣OK喔 好 那我們再講一個更難的部分喔 就是它的影子要怎麼形成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 我先講一下喔 因為我們的四點不一樣 所以你產生的狀況也不一樣 例如說 當你 當你在畫這個的時候 例如說 你的眼睛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眼睛 你的眼睛在這邊看一個立方體的時候 如果你是平視一個立方體 那你的上面就不會產生 就比較不會產生立體的效果 所以你的立方體看起來 是不是就大致上會變成這個狀況 都是平的 對不對 好 當你的眼睛 由上 往下看的時候 你的立方體就會變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是由 下 往上看呢 你的立方體就會反過來 就會變這樣 是不是這樣 喔 所以 你必須遇照你的視覺去看 所以啊 例如說 你在教室 你可能看到的東西就是這個 和這個 可是大部分會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由上 往下看 所以你會看到三個面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大部分在外面看 例如說看建築物 你就是 大部分都是由下 往上看對不對 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是反過來的 好 像這樣就會像一個建築物 好 一個房子啊 好 房子就會變這樣 的產生 好 這樣可以理解說 如果你的視點不一樣 你的立方體產生了透視效果 是在地平 視頻線上面是這樣 好 那這邊會變成 因為你的視點是比較高 所以它的透視點是在後面 好 其實都在後面啊 只是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嗎 了解 了解 手起 可以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再講 好 沒關係 等一下話呢 不懂我們再說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個更嚴重的東西 就是影子怎麼產生 這個很重要 但是一樣聽不懂 我們可以再問 好 因為 回去 我再出考題給大家 來 接下來我們要講 影子怎麼產生 好 光源 一個光源 好 光源 照射下來 一個立方體 在這個區域 光線照射下來 對不對 怎麼樣會產生影子 好 我們現在先講喔 光源的高度 這麼高 這麼高 和這麼高 怎麼樣 產生的影子的長度 是不是會不一樣 這個跟我們在學 就是地球科學是一樣嗎 就是跟那個太陽的位置 正中午的時候 我們的影子比較短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早晨跟傍晚的時候影子會比較長 所以啊 燈光的高度 會影響 物體的 影子的長度 先確定好 那接下來 影子 呃 光源的方向 光源的方向 那我們 這是平視圖 那我們 讓我們看上視圖 從上往下看喔 齁 那個立方體在這邊 好 光源的 從 從右邊打光打過來齁 好 這樣子 他影子 他影子這邊打過來 影子是不是會往這邊走 對不對 那影子如果在中間打呢 就會往這邊走 影子從這邊打就會往後面走 所以 影子的 方向 會影響 呃 燈光的方向就會影響 影子的方向 然後 燈光的高度 就會影響 影子的長度 齁 這樣OK齁 這很簡單 大家先搞清楚這一 因為回去我要出一個作業給大家 練習畫這個東西 齁 那沒關係就紙上大概畫一下就好 但是這個理論懂了你就會很好畫 我回去會出一張 出一個這樣子的題目 一個這樣子的圖 跟一個這樣子的圖 那你們把影子畫出來 就是把那個立方體畫出來 齁這樣子 這樣OK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了喔 所以啊 影子 這個燈光齁 你把它當成是 燈光應該是高起來的嘛 是這麼位置 的垂直投影點 齁就是 這個燈光在這邊 齁 那這個燈的位置就是它的垂直投影點 然後 往物體拉過來 這樣可以理解嗎 例如說 你的燈在這裡 那 燈光的垂直投影點 投在桌面上的哪一點 然後 再往 物體拉過來 是不是 齁這就是它的垂直投影點 齁就是燈光 直接垂直投影到桌面的那一個點 就叫 垂直投影點 然後接下來 再往物體拉過來 形成的那個直角 那就是 物體影子的方向性 很很 聽得一頭霧水齁 但是這個必須 這有點像學科啦 我們先把它搞清楚 那以後你再畫 你會比較知道 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好 所以啊 比如說 我們要畫一個 我們要把這個影子畫出來 記得齁 為什麼我們 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先把 看不到的那個邊都畫出來 因為這會影響到 我們等一下畫影子 的那個點 到底出在哪裡 比如說 我現在假設 這個光源齁 大概是70度左右 所以光源的位置在這麼高 齁 這麼高的位置 好 往這邊走 所以啊 我們先 但是齁 我先講 因為光源有兩種 一種叫放射光 一種叫平行光 是不是這樣 好 可是啊 因為我們在教室打的燈 如果進入打的燈光 都是屬於放射光 為什麼 因為它的燈光 就是一個光源 然後變成是散的 對不對 所以啊 可能跟我們畫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抵觸喔 但是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你放射光 跟平行光 畫出來的影子 會有略有所不同 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可是啊 那我們都是以平行光來畫圖 比較多 好 那為什麼 呃 例如說太陽打出來的光 照 地球的 欸 太陽的光 事實上是不是也是放射光 它是一個單一球體 然後放射出來 可是因為到了地球之後 因為無窮遠處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平行光 這個地球科學有講 我就不再贅述 因為我也不懂 反正地球科學老師也是這樣教 這樣可以理解齁 所以 但是說我們 先把它畫成 我等一下會講放射光 跟平行光不一樣在哪裡 所以啊 接下來 這個 光源下來 所以我們透過 欸 如果一個正方體啊 被光源照射之後 它會有 三面向光 跟三面背光 是不是這樣 好 來 三面向光喔 來 光源下來之後 透過這個點 喔 光照射下來 我們現在是假設它是平行光喔 透過這個點 過來 透過這個點過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會變成什麼 三面向光就是 上面這一面 前面這個面 還有後面這個面 好 這三個面是什麼 亮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亮面 那現在會有三面 是暗面 後面這一面 這一面 還有一面在哪裡 在下面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這邊 這邊總共會有三個面的影子出現 那我們現在要畫這個影子 來 接下來齁 我們先假設我的光源 是怎麼樣 它的垂直投影點 是在往前 一般來講 我們的投影光線都會 稍微往前面一點 打向後面多一點點 所以啊 垂直投影點會在 這個物體的 稍微往前面一點點的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畫平行光喔 好 透過這個點 往後走 對不對 齁 來 平行光 透過這個點 往後走 平行光 透過這個點 齁 為什麼這個點要畫出來 因為你才知道 這個光要透過哪一個點 跟它做交會 否則你會抓不到它的交會點 所以接下來 這個 和這邊是不是一條線 代表這邊的光過來之後 和這裡的交會點 就是這個點的投影下來 好 這邊 看這條線交錯 代表這個交會點 就是這個點的投影下來 這邊就是它的投影下來 把它黏起來 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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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這個立方體的影子 齁 但是因為這一段被遮住了嘛 所以你會看不到 好 接下來另外一個 通常齁 這下面會有一條很深的線條 它並不是物體的邊緣線 它其實是物體的什麼 影子 所以那邊我們畫很深 但是你 我們說過我們不能用線條去構成 但是它是影子 所以我們會畫得很深 所以這邊 這條線是下面的影子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子影子就產生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個面 後面 的影子呢 就是這個 是不是這樣 那 後面這個影子呢 就是這個影子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你這一點 否則的話你會不知道說 我到底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我會搞不清楚 所以影子的形成 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來 接下來一個問題要產生了齁 因為我們有講過 平行的線 到最後會相交再一點 對不對 所以啊 照理說 這條線上來之後 還有這條線 這三條線 到最後會相交再一點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平行線嘛 對不對 好 那平行線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的影子 就會什麼 越來越小 是不是這樣 這樣是不是畫起來 你的影子會更完美 齁 又符合透視的原則 畫起來更漂亮 又是一頭霧水 好 聽得懂嗎 聽不懂舉手 真的 聽不懂舉手 對 真的齁 我要再繼續囉 再繼續 好再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講的 這是所謂的 平行光 畫出來的影子 那我們現在講一個 放射光畫出來的影子 來 問題就更大了齁 因為齁 放射光的影子畫起來會變什麼狀況呢 來 會變成這樣齁 你畫起來 一樣 是這個影子喔 齁 一樣是這個立方體 好了我們看一下 放射光會什麼狀況 一樣 這個下來 齁 照理說齁 會變大 會變散 散 散 散的喔 會變散的 然後卻是透明點在這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不畫平行喔 它會變什麼狀況 這個點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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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什麼狀況 它變成往前面透視點在前面了對不對 所以你的影子畫起來會變什麼狀況 連起來 連起來 會變成是一個發散的 齁 可是啊 我們在室內如果自己打燈 它的確就是會變成這個狀況 但是這樣子 會變成你的透視點 會變成在前面對不對 燈光的透視點會變在前面 那你的影子都會變很大 它並不會縮小 並不會往後面越縮越小 那這樣會一個問題產生 如果物體很多的話 你的桌面會不滿影子 對不對 那因為你縮小之後 你中間的空隙會比較多 那看起來也符合我們透視的原則 看起來也會比較好看 齁 但是啊 這樣畫起來的效果跟這樣子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你必須做一個選擇 所以有時候你畫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燈光會這樣 而且啊 你用那個放射光它一個狀況齁 你會發現你的光源 很奇怪喔 當你在畫這邊的東西 你的光源如果打在這邊 你的東西如果在這邊 你的光源就會變這樣 那你就會產生一個狀況了 這個光源是圍繞著它做一個發散的動作 並不是統一的一個光源的來源 這也是一個問題點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盡量請大家畫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平行光的光源出現 而不是這樣子的東西出現 但是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子的方式做呢 就是你去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情境的情況的展現 例如說我可以把它打一盞油燈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畫 那這樣畫起來會比較好看 好不好 這樣沒有問題 這是比較特例的狀況 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運用的喔 而且它運用起來的效果一定會比它好 但是平常來講的話 你如果這樣畫問題會非常非常的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橡皮擦記得 這個我們先會用軟橡皮喔 你的軟橡皮 你的軟橡皮 不要用太大 盡量以一個手 我們用新的齁 就是以你的手指齁 大概是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手這樣子齁 你才有辦法揉 所以你不要用太大 然後多的齁再放回去 多的再放回去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練習齁 怎麼樣直筆齁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沒辦法立起來齁 但是你還是我還是會建議你這樣直筆 所以 例如說你在拿筆的時候 盡量拿三根 而且拿後面一點點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在拉直線會比較好拉 這樣子不好看對不對 因為你會被你的手遮住 所以你盡量往後拉 這樣子 你才能拉長線 拉長線 這樣子拉長線出來 拉長線出來 拉長線出來 然後回去啊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說 先練習 把線條拉長一點點 拉越長越好 所以你可以隨便拿一個報紙 練習拉直線 拉橫線 然後拉直線 拉橫線 拉直線 這個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練習一下 就是拉線條的部分 你線條拉得越長 盡量拉直 不要拉一個弧線出來齁 拉一個弧線代表 你只用了手腕的力量在畫圖 你就會變這樣對不對 你只動了手腕 是不是這樣子 盡量把整隻的手臂拉開 你就會拉得很直 這是 剛開始的練習方式 那第二個 我們要練習所謂的 排線的部分 在畫的時候 記得 剛開始在畫的時候 不要來回 不要有這樣子的線條產生 因為這樣的產生齁 這邊 這邊 會有這個小圈圈產生 那你這樣畫起來會細緻度會比較低 而且你會變成兩邊會比較重 在你交接你這邊會變這樣 盡量一筆就好 一筆 輕輕的下去 輕輕的起來 輕輕的下去 輕輕的起來 這樣子一筆一筆 一筆一筆一畫 拉長線 那剛開始會比較長 剛開始拉長 然後距離間隔 盡量讓它一模一樣 這樣畫 練習 就這樣一直往下 一直畫 一直練 然後間隔距離 盡量讓它一模一樣 然後你畫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會削 我們不會把筆削很尖 所以啊 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要轉一下筆 如果它鈍掉的時候 請你再轉一下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的筆很好轉 有沒有 你握三支的時候 你就會很好轉 你就會很好轉筆 因為 欸 這邊會稍微抵住一下 那你這樣就會很好轉 對不對 一下會很好轉 然後筆齁 不要放太倒 齁 剛開始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倒一點點 可是你如果要筆觸 稍微清晰一點點 你一定要稍微立起來 當你放得越倒的時候 筆觸會怎麼樣 會越粗糙 對不對 會越粗糙 但是你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細膩一點點 但是它有時候會鈍掉 因為你不會一直削筆 所以你要記得要轉筆 這個地方 鈍掉另外一邊 就會是利的 就會是利的 所以你要練習轉筆 除非 沒有了 你再削 否則的話 我是會建議你盡量 不要削筆 欸就是 要去轉 不要一直削 不然你會全部都削光光 你就這樣一直轉 一直轉 有沒有 在畫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你就一直轉 一直轉 它就會維持比較 就是比較鋒利的那一面 這樣看起來筆觸也會比較清晰 不過我們剛開始在畫的過程當中 還是會 那個 就是讓它 嗯 就是 剛開始還是會稍微把它抹一下 所以 剛開始稍微倒一點沒關係 到最後立起來 然後你要畫 比較細的地方 你再往前 你再變成是 畫那個 鉛筆的方 就是 寫字的方式去做 就是說 剛開始起鎬 盡量是這樣 拿後面一點點 這樣你下手 也不會太重 因為你就不會出力太重 這個部分 那你也可以往前 越來越重 然後 你的這個 你可以食指去壓 它就會比較用力一點點 對不對 你這樣也很好轉 用這兩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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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會很好做 這樣做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這是鉛筆的 紙筆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練習 你如果這樣畫 很多地方你會畫不開 線條拉不長 你也畫不開 那剛開始先把線條拉長 你速度會變快 然後把明暗的部分先做定好 那接下來你再慢慢的去修 那這樣子會比較好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看到東西的時候 不要去量 千萬記得不要去量 你不要去用筆在那邊量那個比例喔 都不要量 要練習目視 你要用目視的方式把比例給抓準 一定要這樣 因為齁 這個還 這個很簡單 你如果無法去抓準 你又畫到人 你會更抓不準 因為人你要光要量 量到頭暈掉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不會這麼做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怎麼去看東西的比例 注意看它這個亮面跟暗面的比例 比例大致上是多少 慢慢慢慢的去吧 所以 像這個東西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線條一樣拉長 例如說 線條拉長 這邊 我們先定這一條 我也先定這一條 把它定出來 然後你在畫的時候 不管 這個斜度 你大概是抓一下 抓出來 很淡喔 我畫深一點 抓出來 輕輕的畫 然後這邊斜度 來畫過來 好 那你要看你要畫多大 比例上面會有點不太一樣 來這邊畫 輕輕的後面 輕輕的畫 來這邊 抓一下這邊的比例 和這邊的比例 抓出來 那如果 你的這個點 這個地方 如果畫太高 它就會怎麼樣 整個很像翻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你的比例 上面要稍微抓好 然後直的 來我們剛才講過說 畫直就好 畫直的就好 對不對 好 這個口 會是一個方形 大致上是一個方形 來 往上 往上 稍微畫出這樣子的感覺 稍微往上 上來 這樣子 做 把那個方形 來 線條都畫出來 沒有關係 畫出去沒有關係 畫出去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畫背景 所以你整個都畫出去沒有關係 好 大致上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盒子 出來是不是會 來這邊 我們要做一下 來 這邊線條拉出來 拉出來 就是這裡 對不對 這邊線條的延伸 是不是這裡 對不對 來注意一下 這裡和這邊的比例 是不是要 差不多 你才 蓋得起來嗎 不然你怎麼蓋得起來 好 這個比例要差不多 好 這一條線 一 二 三 四 這四條是不是平行的 對 是不是平行的 所以要往後走 往後走 如果這個高寬度是差不多 好 這裡也要往後走 讓它合起來 好 那這邊 立起來 往後走 這樣子 基本形狀 是不是就已經完成了 好 接下來是這個地方 來 這邊 它 當然它不是合起來 是剛好整個合起來 它有一個小小的距離 對不對 好 例如說 你打叉 畫一半 那它蓋起來 不會剛好 這樣子 例如說 我們把它伸縮一下 這樣子 那蓋起來是不是會變這樣 那我們現在把它翻開 翻往前面 抓一下它的比例 往前走 好 那這邊 因為它翻開之後 剛好正對著我們 所以變成會這個 會變成是這樣 是不是 然後影子 影子 往後走 這邊 往後影子 這邊 往後走 這裡 往後 往後 然後這邊 平 影子 平行 這邊平行往後走 這樣子 是不是形體就產生了 好 這個狀況我們要開始做上射的動作 齁 來 一樣齁 前面的地方 來 那這時候上射 我到底要這樣上 還是要這樣上 這是一個問題的對不對 好 那原則上面 我們會跟它成 最大的邊 成垂直狀況 好 那第二個 上的方式就是 統一方向 那統一方向 會哪一個方向 基本上齁 因為我們是右撇子啦 第一個是我們是右撇子 比較多 第二個 還有一個狀況 光源是不是從這邊來 你這樣畫是不是有 比較有光的感覺 灑下來的感覺 是這樣 所以很多在畫的時候 我們都是從 同樣這個方向去做 但是啊 我們現在練習的方式是 依照肌理的轉折面去做 這樣很重要喔 因為齁 我們之後再畫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 那個筆觸的感覺 去做一下它那個 快面的體感的部分 例如說 我這樣子畫 那我當我在畫一個畫的時候 我的筆觸就會變這樣畫 那這邊就會改成這樣畫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會有一些關係 但是為了以後 我們學習的一貫性 所以我們現在是 依照它的體感的方向去做 那這邊要怎麼做 這邊就不是這樣畫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就變 跟你的最大的邊 成平行狀了嘛 所以 我們現在會變垂直狀 會變這樣畫 好 那這是按面對不對 按面的地方 跟影子同時進行 記得 這個階段完了之後 甚至於不到這個階段 你都可以做這個動作喔 以後我們會再說 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畫 對不對 你這樣畫是不是手會拐到 請你把紙轉成這樣畫 這樣比較順對不對 這樣比較順阿 好 畫出去都沒有關係喔 記得畫出去沒有關係 因為 我們等一下可以修 好這邊來了 背景一起畫 往上畫掉 畫到後面越來越 越來越淡越來越淡 整個畫掉 畫成這樣 等一下喔 還是太 畫不完回去可以畫 好 那上面這裡怎麼辦 這邊 變成是這樣 這邊是這樣嘛 但是我們這邊 先不畫 因為那是亮面 記得這個階段 亮面都不要上色 亮面都不要上任何顏色喔 亮面先不要上色 除非它是原本就有一個顏色 例如說像旁邊的這個方形是有一個 就是木頭的顏色 那這是白色的地方 不要上色 都不要上色喔 好 那這邊 這裡要怎麼做 變成是這樣 這邊會有點交叉對不對 就讓它交叉 好 上面這個地方 慢慢的往上消失掉 往上消失掉 好 這邊轉成這個方向 轉成跟物體這邊 來 背景的部分呢 會有點像繞圈圈這樣子喔 繞一個圈圈 這邊再繞過來 繞成這樣 好 這邊換成直的 跟這邊直的是一樣的喔 這樣不好的話喔 就把它改成這樣 好 這樣的狀況 對不對 好 那這邊 安眠的地方 畫暗的 這樣子 好 這邊影子 一樣畫掉 來 這邊畫出來影子的地方 畫深一點 好 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的 基本的 方向性跟那個 都已經做好了 那這樣已經確定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 再畫深一點點 好 確定了喔 如果 不確定的話 這個時候你還可以修 好 啊先 第一個階段 你在畫的時候 線條如果不要太離譜 例如說 有點畫出去的地方 先不要用橡皮擦擦 為什麼 因為反正我們都要畫背景嘛 那它就是背景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不要一直擦 因為在抹擦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你有可能把線條壓進去 反而把線條的那個 顏色壓進去 那這樣子可能會 等一下會出現那個線條 會比較重一點點 第二個 你一直擦 你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你就這樣子一直畫就好了 來 接下來我們再畫深一點點 影子這邊出來 好 這邊喔 影子 畫重一點喔 畫重一點點 好 這邊 目前來講喔 這邊最深的就是 欸 這個 最深的地方是影子這裡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這邊 那接下來才是這裡 接下來才是這邊 所以啊 你要先把這個順序先搞好 搞清楚 好 這個在畫的過程當中 亮面先都不要上色喔 先暫時不要上色 好 這邊 顏色壓重一點喔 好 這邊再壓重一點 好 把顏色畫均勻 好 這邊 來 影子 接下來影子是這樣 跟這邊的形狀有點不太一樣了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影子就會變成是這樣畫 對不對 好 越到後面越來越淡 喔 越到後面越來越淡喔 這邊再加 這邊再加深 好 這個第一個階段喔 我們就會畫到這邊 喔 把它的立體 整個的 輪廓蓋過都畫完 那接下來我們會用 衛生紙 喔 上次我們提過說 欸 等一下 可以到前面來拿喔 就是衛生紙 我們先做第一層的抹的動作 好 那你這個抹的動作喔 欸 有的人有抹 有的人不抹啦 那就看你自己 那我第一層會稍微抹一下 那接下來在抹的過程當中 跟你的畫的部分喔 呈垂直 譬如說 你這邊是這樣畫 你不要這樣抹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抹 它的線條會很明顯 對不對 但是你這樣抹 會怎麼樣 會比較均勻一點點 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均勻一點點 所以你就往後抹 齁 齁 從亮的地方 從暗的地方 往亮的地方抹過去 像這一片 暗的地方是在前面吧 你就往後抹 齁 然後這邊 往上抹 齁 往上抹 往上抹 慢慢的讓它消失掉 那這邊 往這邊抹 齁 當然它有一個方式就是用紙筆啦 但是紙筆在 你在抹的時候要注意齁 就是說 你抹的過程當中 黑掉之後 你要稍微轉一下 轉一下 因為你如果用黑的一直抹的狀況之下 它有可能會出現 你下筆的那個點 會比較黑一些些 齁 那你如果是用 這個也是一樣齁 你要稍微 轉一下 齁 稍微壓進去 好 畫完之後就會變這個狀況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使用橡皮擦 好 那我們從亮暗光影交接 最明顯的地方開始擦起 例如說這裡 擦亮一點點 好 這邊畫進來了對不對 把它擦掉 齁 然後橡皮擦齁 把它 揉 一個小 很像一個小圓餅的感覺出來 然後前面這邊齁 讓它煎 煎一點點 靠著這個前面的 比較扁的這個地方 去把那個 形狀擦出來 齁 這樣擦 齁 記得 轉動你的紙 齁 你要擦這邊 轉過來 你這樣才對得準對不對 你這樣擦就會對不準對不對 因為會被你的手遮到 把它轉過來 這樣擦 好 來這邊 好 把它擦乾淨齁 擦乾淨 來這邊 好 一樣捏齁 如果髒的話 把它揉進去 如果髒的話 就把它揉進去就對了 揉進去 然後再重新再捏一次 捏一次點狀的出來 來這邊 擦一下齁齁 來這條 擦出來 有沒有 它就會越來越銳利化了齁 然後等一下擦不掉的齁 我們再用硬橡皮擦 這個階段先暫時 然後 這邊 同樣是這個面齁 這是前面嘛 對不對 這是後面 那前面會比後面 稍微亮一點點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最亮就是白色而已 所以我們先擦掉 好 這個方形齁 你要讓它很銳利齁 所以這裡 稍微把它靠近暗面的地方 擦亮一點點 慢慢的 用硬橡皮 用軟橡皮擦 擦的時候慢慢的 帶起來 它就會變得比較淡 後面就會擦起來比較淡 後面擦起來比較淡 這樣子 擦起來 它就會變這樣子 好 前面這邊一樣 把它擦乾淨 把它擦乾淨 這裡 擦掉 這邊擦掉 這邊擦掉 好 擦到這邊齁 越到後面 你就可以把它模糊掉 用你的手 稍微抹一下 它就會越來越模糊 有沒有 這樣基本的形狀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就是說 同樣是 因為為了要讓它再更立體 我們會把前面的地方 稍微再加深一點點 好 那以前齁 我們 我們要利用我們的 視覺的一個 痾 視覺的一個錯誤 那個視差跟錯誤來講 例如說 同樣一個 以前有做過一個 小時候有做一個實驗有沒有 例如說 同樣的一個方形 那裡面有一個圓形 但是裡面的圓都一樣的白 那我們的底 一個很黑 完全是黑色 一個是灰色 哪一個 白色看起來會比較白 底色是黑的嗎 對不對 那是 可是這兩個白都一樣白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比較白 對 因為對比的關係 還有 因為你的視覺會產生錯誤 明明就是一樣白啊 為什麼這個看起來比較白 所以啊 我們開始會利用這樣子的圓 的原則 我們常常利用這樣的原則來畫圖 常常利用這樣的原則 意思是說 當我都一樣的白 對不對 那我就前面這邊 是不是畫黑一點點 這邊看起來就比較白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啊 同樣是一個暗面 我們靠近亮面的地方 稍微讓它 暗一點點 稍微讓它暗一點點 有時候在照片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自己來做它 我們自己做它 意思就是說 靠近這邊 會稍微暗一點點 我們把這個邊修出來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效果是不是會比較 更漂亮 靠近這裡 稍微暗一點點 慢慢漸層 慢慢漸層 越到前面這邊 越 越深 有沒有 那這個腳是不是更突出了 是不是 利用這樣的原理去畫圖 齁 你要使用這樣的原則去畫圖喔 你畫起來 才會更突出喔齁 來這邊也是一樣 加深 稍微加深一點點 好這邊齁 加強 來這邊有一個 孔齁 我們先稍微做一下齁 來這邊也是一樣齁 這邊 先凹下來 加重齁 這是細節的部分加重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 這個腳會更突出 會更立體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試著後面輕輕畫 輕輕畫一個顏色 它這樣子也會有一個漸層對不對 也會有一個漸層 這時候齁 你可以換 H的筆 或是F的筆 因為這個顏色很淡 換顏色喔 換很淡的顏色來做 輕輕的做 做一個小小的漸層 那前面也會比較白 後面會慢慢的消失掉 是不是這樣 然後後面這邊齁 背景 我們可以再畫深一點點 來背景 這邊再畫深一點點 把他的形狀修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齁 所以 會比較 建議大家稍微把它畫細出 慢慢的去探討每一個地方 把它做紮實齁 那接下來你在 畫在更難的地方 你才知道 細節的地方要怎麼做齁 雖然只有一個立方體 但是怎麼做 它才會更強烈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慢慢的它就會開始 搶出來了齁 那這邊感覺有一個弧度齁 那我們這邊齁 稍微把它修直一點點 把它修直一點點 那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修墻出來 把它修出來 把邊緣修出來齁 把邊緣修出來齁 這樣是不是越來越會越立體 那接下來我們來分一下 你的影子比較深 還是物體比較深 那如果是 影子比較深齁 來 影子這邊齁 畫出來 往旁邊 靠近物體會比較深嘛 對不對 靠近物體比較深 所以啊這邊 我們再加深一點點 來這邊的影子齁 拉出來 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是不是 整個的形體 會越來越細膩 越來越細膩 然後 這個 這個是有顏色的 對不對 接下來你要輕輕畫一點顏色 然後我們改用 一樣齁 用 你可以用B的來畫齁 輕輕的畫一個顏色 輕輕的畫一個顏色喔齁 輕輕的畫一個顏色喔齁 好 那我們再把這邊擦乾淨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慢慢的 它的形狀就會跑出來了 齁 現在就是 再修細膩一點點 把旁邊的地方 齁 再修完整 那它的細膩度 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接下來就是說 它這個會有一個厚邊 對不對 因為它只要一個厚度 例如說像這邊 你一定要畫一個厚度出來 所以這邊再淺淺的做一個厚度 做一個厚度的感覺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再做一層厚度 但是齁 它這個厚度齁 到底是裡面比較深 還是這邊比較深 齁 那如果是說 裡面比較深 那你後面這邊齁 靠近這裡再稍微深一點點 那你這邊的厚度 才會比較好畫 齁 畫一條線出來 把這個厚度再做一下 齁 這樣子 那個紙張的厚度 像這邊也是一樣 齁 也要做一條厚度出來 齁 那你可以 像我剛剛已經畫了嘛 我就用橡皮擦 把它細細的擦出來 齁 然後下面再加重 這樣它就會有一個厚度的邊跑出來 厚度的這個邊 那個紙的厚度跑出來 這樣你畫起來 就會比較細膩了 好不好 齁 大致上畫起來的效果是這樣 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齁 那你邊緣齁 不要的地方你就擦乾淨一點點 留下背景就好 齁 甚至於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硬橡皮擦齁 用這個硬的橡皮 來擦它 齁 擦乾淨 齁 盡量把邊緣擦乾淨 邊緣擦乾淨 那這樣看起來齁 會比較銳利一些些 好不好 齁 大致上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